这个是新系统 来了焦点大战 WYY大战令 而且是一个经典房型假车库 如果说之前王云的那个敌人在王门弄闪 有点开玩笑了 但是在令的面前你用投掷物 令门弄雷 但是WYY曾经也是雷王呀 这两位雷王同时不用投掷物了 开始正面操作 谁能够拿下 这有点让我们想到了 这个正面猛男对掏的情景啊 令第一时间是切了一下敌人称 但是没有想到对方 WYY早有准备 而且WYY身上有黄条的 令应该要找一个角度 赶快去打一下要吧 令还是拿出了他赖以成名的绝招 非常的流畅 从一楼一下子就来到了二楼的小房间 而WYY此时也是步步紧逼 他知道自己血量有优势 令想要横跳出去 但是这个窗户没破 所以第一时间的侧跳没有成功 王云云跳下来之后呢 发现令又换了一个位置 Oder紧随其后的就是一个死神啊 根本逃不过有点难受 还在往前追 令又来到这个房间 他又要往上走 在这么几次的闪转腾摸之间 双方都 令终于是把WY绕晕了一下 找了个时间打药 要不然这一波他扛不过去了 这是假动作 是的 原本令想从这个位置继续的上去 但是王云云早就已经堵在了这个位置 这样的单挑真的是很少能够见到啊 只能说在那么一瞬之间双方都明白 是 对面的这个人 不一般 怎么打呢 不一般的人还在往前追 令又上车了吗 啊 没关系 千万不要因为令了这一波上车 你就以为他开溜了 他要换一个角度 他要拉一个位置 他觉得对方近点非常擅长 闪展腾摸 我就拉到远点 给你打一个中远距离 哎 你中远距离 你找了我 那我就直接拉走 给你打一个远距离 哎 你远距离扫我 那我就直接活到决赛圈 所以我们打一个最后的皇城battle 呃 这一波我明白了 令觉得上面这个好汉绝对不一般 那肯定也是个名将啊 那我们不能在这个时间内卷 那边是NV腾讯视频的小姨碰上了灵溪 灵溪这边物质不是很好 正面首先被爆头 又被雷了一下 血量还没有开的 怎么就见底了呢 对的 那现在在场上的话 随着路人王灵溪的被淘汰 一共六名选手 老跟人灵沙 ST山智 鼓压扣脚样 剩下三名都是NV腾讯视频战队的选手 甚至灵沙也肯定是因为在单排赛当中的亮眼发挥啊 才被提到了这个LGD的首发的位置啊 打的也是非常的不错 现在正面面对小姨 看看怎么打 灵沙目前还是踩出了高点 但是这是TPP高点的位置先被发现了 远点ODER 一瞬之间几乎隔了0.0001秒 帮助自己的队友报仇了 是的 拿完了之后迅速的想回去舔这个包吗 一个是高点 二一个有包 但是他不知道对面的这个矮点啊 或者是一些藏人的位置有没有人 不过我们在上级是知道 对 应该是拿捏了这局 是 现在来看的话 因为散兵也没有往南边去倾 所以说整个马路南侧都是由另一手掌握 不过山智和扣脚样 这两个选手从枪械上来看的话 看扣脚样的副枪是什么 那把UMP这个距离 如果和山智对枪的话 应该是对不过的 看看这个空头 不会令看到这个空头忍不住 然后去舔 被散兵给收掉了吧 这如果是之前 啊不会了不会了 他已经舔了 他舔的是另一个空头 为什么会往这个山上走 因为他已经开始朝空头的方向 那这样已经舔了一个空头了 下面那个空头肯定就没必要了吧 完全没有必要 对 空头在单排赛当中最重要的是三头三脚 而令现在不仅有三头三脚 还有骨肉子 那散兵心里面就想了吧 哎这场比赛令还在场上 那我可以直接蹲这个空头 哎 不会吧 他这也要去 他应该是想要绕 他已经定位到那个石头位置有人了 嗯 如果这个时候令要是真去捡这个空头 那我们只能这个佩服他 还好我们看他的转移的位置啊 已经是拉到了非常边缘 而且完全去刷在他的脸上了 啊啊啊 这个这真没必要啊令 这一波什么也没捡到 血量被扫成了半残 再具也不太行了 三头三甲也受到了损伤 赶快把这个空头给盖上啊 用两个惊讶的emoji 盖住了我们的眼睛 但没有盖住令的眼睛啊 散兵也发现他了 我觉得散兵的这台车 很可能选择的目的地 就会是令头上的高点 这令的这个高波优势马上没有了 不过令这边一个趴射 好在有一个地形的改变 完了令有点着急了啊 赶紧往后走 这个老哥他的身法有点熟悉 这个气息有点不对啊 不过呢 我觉得STE的山智 现在还是在场上占据有绝对的优势 因为他是场上 颜体最好的人啊 可以这么说 更靠近圈的正中心 令又回到了那个小厕所 好了不讳现在还不在圈内 踩着高点看看能不能跟令对一波枪 他就是这么想的吗 还是想开一个更铁的载具 往这边冲肯定不是一个好想法 对还是得先对一波枪了 但是他不在圈内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定得先对一波枪 下面的每一棵树 每一棵石头都有可能会对散兵形成一波扫车 现在已经知道了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这个烂厕厕所 第一波扫车过一个树没扫到 第二颗也没有扫到 第三颗再扫不到就没有机会了呀 机会不大了 最终还是来到了扣脚样的脸上 扣脚样第一波育苗没有能够成功 给了散兵机会 但是原点的令 最后收下了powerboard的这个frag 这Roster的刹车性能是非常的棒 这个停车如此高的速度 居然没有把扣脚样给铲倒 即使那边的人已经被淘汰了一个 蓝病这里还是按耐不住 往这个空头靠的欲望 按耐不住了 忍不了了 受不了了 虽然说第一波我没有舔到这个空头 差点被打死 但是我始终还是要朝着这个空头的方向行进 一个手雷排了一下石头的近点 但是一般人不会爬到你这一侧呀 目前场上存活的三位玩家 来了 分数最高的是山智 神力 他就算是拿到了胜利 也不会改变前三的这个名次的差距啊 这个 哎呦狗杂到就是狗杂 但是这波来讲的话 令是在名处打名牌的 山智呢是一直没有漏过 而且阶段八把山智刷在了圈中心的位置 看看山智能不能抢上这个高坡了 令已经拿到了六个淘汰 山智还是用头持续地朝这个冒着烟的石头输出 令人用化力太载距了 山智最大的劣势就是 他是一个二级头 而对面的令是一个三级头 头比较铁 开了一辆载距 拉到近点 就是要和你轻嘴一为一 哎 但是这边没有掩体啊 一个这么大的折身 哇 山智 也太大了吧 山智没有把握住 但是还是依靠这样一个大大的过点 打残了令 一颗闪光弹 有没有行 山倒了 我的天哪 单排的获胜秘籍就是势敌已弱 在这一刻